首先你要想到这个老婆嫁给你一辈子也很可怜 实际上女人到了这个社会上很可怜 因为台长看到的女人投胎的时候 从下面上来的时候比男人要痛苦的多 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 这些话我慢慢再跟你们讲 大家明白吗 就说一般的女人到人间来 她各种生命方面 还有她一般的嫁给你之后 她要在家里一边做事情 一边做很多事情 一边找到先生给家庭 她要打工 我告诉你比男人要苦很多 你一个男人娶这个老婆 你给了她什么 你告诉我 你没有给她什么 你没让她荣华富贵 你还要经常骂她 还要讲她 她天天在家庭帮带孩子 还有照顾家庭 也很可怜 一辈子从小姑娘到了老太太 就这么嫁给你一辈子就没了 所以你男人想到女人很可怜 你就不会去罢了